海巡署第九巡防区指挥部9号上午9点多 接获县警察局通报在实体坪油气区发现有一名女性落海 获报之后呢 指挥部立即派遣第12岸巡队实体渔港安检所 新设安检所机动巡逻战人员赶到现场救援 而民众也说这个溺水的民众呢是在捡海菜 不过救起之后呢还是没有生命 迪象送到医院之后依然是宣告不知 安检所人员抵达现场时发现了逆者已经面目朝下 在海面载幅载成 运落海位置就位在实体坪激浪区救难风险高 但为了抢救宝贵生命 海巡署人员仍奔勇下水利用了绳索以及救生设备 将逆水者拖待上岸 逆者虽然无心跳呼吸但仍不放弃 对逆者施予CPR席救 直到救护人员到场接手处置 随即后送卫部部花莲医院封闭分院 经过急救后仍生命没有迹象 本案为近两个月第二次在实体坪发生溺水意外的事件 也呼吁民众由近期风浪受到天后影响 前往海边有气时前往不可贸然下水 并远离风险海域 以免发生憾事 记者林杰 风兵采访报道